每个月都要求一回酒糟 今天又到日子了 现在要去和江南去取酒糟 然后顺便帮大家问一下 能不能悠白酒 然后电话是多少 然后让亲爱的朋友们跟他们自己联系 因为我上次在给爷爷买酒的时候 有好多好多朋友都在问说 可不可以悠白酒 但是我的途径是没有 然后问问人家有没有 倒倒倒 大叔这锅厨吗 哈喽 我来求酒到来了吗 要不上这来干啥呀 告个25号吗 啊 告个25号 啥话告我25号 人家告我是今天 今天招出完的 你都订出去了 不是我今天出完这个了 外边的不是给我留的 那不对呀 那你跟我对象俩说的有差误吗 怎么那又到的 你给我差误 老哥 里边大叔说那招都订出去了 没有咱们的 对对对王江南的 这是我们的招啊 不知道他俩是咋订的 不是前天前天打个电话 前天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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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我后面来 你都没拿着这个 那没有 那你没有 那不行啊 家牛吃啥呀 突发情况这是 人家把酒灶都订出去了 地上的也都不是我们的 然后现在看一下怎么解决吧 今儿拉只能拉半锅了 拉不了一锅 这还是个别人手里边抢出来的 因为我们道远 然后大叔看我们来一趟也不容易 一会儿让大叔给拿铲子刮吧 拍两下就齐了 哎大叔 咱们这玩远地方就是发白酒吗 也发呀 你们是用啥快递发呀 快递 大量的发 大量的发能发呀 大量的发呀 不是 不是 不是说这种 十年二斤也发呀 十年二斤也发呀 十年二斤 谁现在快递能不能走呀 那你原来都是发多少啊 没有 有人要买 我上回 上回有好多粉丝都要买 你以为往上走快递 哦 跟往上走走快递呗 我刚刚问了大叔 大叔说他们有渠道 然后可以发货 一会儿想买白酒的可以联系我了 然后我让大叔给大家包装好 然后就可以发货了 这样的价尔柜哈 25的18的 这什么成叫高粱酒和 那叫什么酒 这都高粱大区义酒 高粱大区义酒 这是最好的白酒了呗 这属于是高级的高档酒 这高档 哎妈呀 这50块钱一斤 这40 这都是 这的酒比这边的还要好呗 大叔 这酒都这个七年八年往上 哦 这边都是四年往上 哦 原来买这家 对啊 那边的就属于是便宜的呗 三块四块有十二的 那是有啥 跟这边有啥不一样 就年头不一样呗 年头不一样呗 它那个烧的工艺也不一样 哦 就是钱越贵 烧的工艺越好呗 这里有三个业五粮业 哦 三个业五粮业 我给你 有那大米小米高粱 哦 玉米豌豆啥 哦 这里东西都不一样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有粉丝朋友们要买 马上我就联系你 然后你给我发货 行 好嘞 走了大叔啊 哎 拜拜 回家的路上 然后车里边已经开始冒烟了 我们俩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叫防冻液要开锅了现在 现在手感觉特别的烫 然后下边流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绿色的水 这个漏了哈 开不到家去了吧 也能 也能 我们在台湾县的南外环上 这边大车好多 现在江南再给二叔打电话 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 看应该怎么处理啊 二叔咋说呀 晾一会儿凉一点先开出去 就等一等呗晾凉呗 现在把两边的座椅都打开了 咋得不得半个小时能散开这个热 太不容易了 你为这加冰钱 这要跑长途轮道上 前不着这后着点哭啊 站道上好 得跟家跟家 反正谁都能来帮一下的 等一会儿吧 硬撸到家能行吗 没事 没事啊 你把双山打一会儿吧 这干锅了你还把里加点玩似 就等它凉就行了是不是 一点还没有啊 这墙对付到家呀 又开锅了 慢点烫手 我给你求手道的 啊 歇了又歇终于到家了 然后现在已经有点开始下雨了 首先先把它们都卸下来 卸下来然后 哎到家了就好了 干活 下开雨了下的呱呱湿 我们顶着雨把这些都已经清到屋里了 我这是汗的 我这不是雨 我知道 你那后边不有雨吗 地上垫子上这还有这么多 晚上直接一顿就喂了 然后现在整整弄了两大包 已经装完了 然后现在休息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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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